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只收盘为止 澳洲基本上下跌是0.3% 收盘收在5741点 中国方面也是遇到了一个二连跌 昨天上阵指数再一次下跌 而且幅度稍稍有些大 达到了0.74% 深圳方面下跌也是0.74% 欧洲方面继续和亚洲盘唱反调 昨天欧洲股市上涨 大约是0.3% 美国方面可以说是全天保持不变 包括了道琼斯 纳斯达克和标普 三大指数的上下变化都只有0.1%以内 在其他方面 黄金价格出现了连续第八天的下跌 由于这个美元几乎现在来说是加息预期值达到了95%以上 使得现在这个黄金的价格在过去的八个交易日中连续下跌超过了4% 恒生指数在昨天也是遭遇了三个月以来的最大的一次回调 因为目前的价格是接近于去年的最高价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热门话题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货币战争中高手对决力是耐力取胜 我们知道从现在情况来看美元加息几乎来说呢 百分比已经达到了95% 市场预计呢 下周三晚上澳洲时间差不多是周四早上的时候呢 美联储的会议上就会决定美元正式加息 而其实呢 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息的预期值啊 虽然现在是95% 但是在两周前的时候当时已经也已达到了大约是60%左右 但是我们看到的一些非美货币 特别是像澳元或者是加元这类货币呢 在过去的两周大部分时间都是保持了和美元一个非常坚挺的走势 直到这个星期最近的两三天才开始较大跌幅 那这又是为何呢 如果美元要加息 那么早就应该开始慢慢的下跌 为什么偏偏到了这个星期才开始下跌呢 那么其原因要说的是两点 我们知道呢 和澳元一样 加元呢 和澳元都是作为一个叫做资源型货币 不管你是做铁矿的 做煤的 做铜的 还是做石油的 由于它们是一个资源型货币的性质 那使得呢 它们对于资源价格的敏感程度 要远远高于其他的非美货币 那换句话说 之前为什么和美元能够旗鼓相当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标的物 也就是澳元背后的铁矿石 以及呢 这个加元背后的石油价格 在当时即便是美元加息预期不断调整的情况之下 这些标的物的本身价格并没有出现太大的回调 那么以铁矿石来说 在上个月依然是维持在了过去三年以来的最高价 那么这则消息呢 实际上对于澳元来说就是具有强烈的支撑效果 即便是美国要加息 假设如果铁矿石价格不像过去几天 那么下跌严重的话 澳元也不可能在昨天暴跌一百个点 那换句话说呢 其实啊 澳元就这个铁矿石就相当于是澳元的灵魂一样 一旦是铁矿石下跌了 澳元的走势就会失去它的主心股 那么如果我们假设到从今年开始 从现在铁矿石一直维持在高位 那么即便美元在今年加两三次利息 对于澳元来说也不会伤筋动骨 所以说啊 我们说到呢 这个过去啊 这个澳元和美元 或者说是加元和美元 这些货币之间的斗争啊 除了看他们本国的经济走势以外 还要看呢 其影响货币走势的一个标的物 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石油货币 像加元 像挪威货币 那就紧跟着石油的走势 如果我们说的是矿产货币 比如像智利的货币 像这个巴西的 或者说像是这个澳大利亚元 这一类货币呢 就跟铁矿石 铜矿等等资源价格呢 是紧密联系 那现在的情况呢 就相当于是啊 澳元和美元 或者说加元和美元 两大高手过招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双方呢 都是旗鼓相当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 美元它有三颗仙丹 说不定有四颗 那么澳元方面呢 可能背后有一大盆牛肉 两方如果是饿了话呢 一方可以吃肉再打 另一方呢 可以服用仙丹 这个就像我们小说里面 这个武侠小说里面一样 但现在的情况发生改变了 什么改变呢 美国的仙丹保质期有三年 也就是说它怎么打 吃了随时都可以吃 而且是铁定了 可以吃 但是澳元这边的牛肉可是新鲜牛肉 那可能呢 保质期只有三天 五天 最长的放在冰箱也只有两三个月可以保质 过了这个时效 你再吃就得拉肚子 所以说呢 就像两个高手一样 一边可以吃仙丹 但是另一边呢 这个生牛肉 也不管它生牛肉还是熟牛肉 过了期的牛肉吃下去 肯定没有力气打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铁矿石价格在过去几个月的确是维持在高位 但是它很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因素 比如说中国出什么消息了 比如说世界这个铁矿石产量 哪一个矿上又出什么事 任何的事件都可能导致铁矿石价格从高位回调 那么一旦矿产资源价格回调 或者说石油价格回调 那么像澳元这一类呢 货币很有可能就会吃到过期食品 然后呢 它对美元的走势就无力在抗争 所以说对于澳元来说 他很希望呢 把这个现在的新鲜牛肉 轰干 做成牛肉干 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和美元呢 持续打下去 但是呢 从这个世界上也告诉我们一个信息 是啥呢 就是说啊 任何的事情啊 我们这个核心的竞争力还是要拿在自己的手里 像美国一样 他这个仙单是自己练的 他经济呢 本身就是在恢复中 所以他并不害怕其他的因素 比如说你铁光石价格跌的再多 你的石油价格跌的再多 对于美国来说只是个好事 它自身经济实力强大 就不需要依靠别的东西 那么像澳洲 或者像加拿大 或者像挪威这些 虽然是发达国家 但是由于呢 其本身经济的特性 使得呢 它对某一类产品过于敏感 或者说它的经济属于一个非常畸形的状态 严重依靠 或者说是重点依靠呢 矿业 或者是其他的某种产业 那么这样一来 这一类产业一旦受到经济因素影响 而发生价格变化的话呢 整一个国家的经济 以及它的货币表现就会起到非常大的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呢 这个我们不论出去做事也好 还是我们平时为人也好 一定要自己做好 千万不要被别人卡住了脖子 这样的话呢 动也动不了 什么事呢 都得看其他人的脸色 那么刚才说的是热门话题 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需要注意的事件 那么今天在晚上8点30分呢 英国会出台他们的制造业产出数据 对于英镑走势有一定影响 最重要的情况是到了12点30分澳洲时间 北京时间是在晚上9点30分 美国的大飞龙数据以及美国的失业率数据 如果就大飞龙数据呢 继续像两天之前的小飞龙这么好的话 那么基本可以断定下周美元加息大局一定 那么今天呢 我们热门产品来说一个 这个产品呢 是前几天没说到的 今天说一下的呢 是香港的恒生指数 我们知道香港的恒生指数啊 自从2017年1月1号以来到现在的涨幅 我们可以看到呢 差不多是从21,500点开始涨 最高涨到超过24,000点 涨幅呢 最多时候高达了15% 那么这么高的涨幅背后 其原因我们之前讨论过 重点原因呢 就是大量的国内的资金南下去接触港股 因为呢 从去年的这个12月30号颁布了最新外汇管制条例以来 很多的钱无法出去投资了 这么多的钱怎么办 那就只能通过护港通 深港通大量的去买港股 不论你是做资产保质也好 或者是你投资这个间接的投资海外产品也好 香港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为什么这个价格在过去的几天发生重大下跌呢 美元亚加息可能是一个影响 但是从技术上来说 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呢 就是目前24,000点是去年几乎来说的最高价 也就是说这个价格通常来说一次是冲不上去 那么现在呢 就走出了一个小型的双头 我们叫做这个双头局面 双头局面呢 实际上呢 如果无法这个头被打破的话 它会呢 继续出现下跌 就看它会跌多少 那么从现在日线图的基础来看 目前下方的支撑大约是在23,000点 也就是说从现在的23,500到下方 有可能还会有500点的回调 但是只要这个价格保持在23,000点之上 香港恒正指数目前始终还是一个上涨趋势 所以我们保守一些的投资者呢 可以等这个双头被打穿超过之后 也就是说大概在24,000 100点左右再去进场 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会非常的保守 但是呢 也比较稳健 那么如果一些激进的投资者呢 也完全可以等待这一次回调结束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呢 只要在23,000点以上 那么一旦它重新开始起步 我们也可以偏向激进一些的进场买入 那么今天这就是呢 我们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周五的节目 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见